字幕作弊 大家好 我是Valerie 我今天想帶你們去看看曼谷的火車站 首先我想教你們如何去 第一我們要搭BTS到阿Soul站轉地下鐵 一到地下鐵就容易跟牌 因為火龍蝠是總站 一到那個站,就從2號出口走出去就到了 我想會了解一下 貨車站在1910年開始興建 他們花了一整六年前才興建 所以在1916年6月25日開業 它的设计是意大利的Nio Renaissance的风格 其实河南铺这个名字不是这个站的正式名字 只是本地曼谷人和外国游客才知道这个站做河南铺 它的正式名字是Groom Tape站 Groom Tape就是曼谷的台语说法 所以如果买票或者看时间表的时候 都会找不到河南铺 只是找到Groom Tape 这个人就是泰国的第五位皇帝 他很厉害很厉害 改进了泰国很多东西 其中一个东西就是建火车楼 所以就放了他的照片在火车站 这个河南铺站有14个月台 而且在外面看到的那些售票柱 有26个档架 这里每天都会有130班车出入 而且都会车到不止6万人 好了 我现在都说了我在wikipedia找到的资料 希望你们看完这段影片 都会了解多一点 河南铺火车站这个地方 如果喜欢看这个影片的话 就帮我按like 还有subscribe也好 还有如果有什么suggestion 我应该如何拍摄 我应该再说些什么 都可以留在comments下面 或者如果想我再介绍 都可以留在comments下面 好了 就是这样了 下次见 拜拜